台中的柯博館頭前的這個紅腸道有這麼多騎 歐洲外人有在歡迎說 如果天有當下就會出氣或是騎車 這個柯博館和這個台中市府 近前有保障說對臨 這臨是在對方 但是現在說有共識 要拿出新的設計方案 起車變換車道 後面的機車大東在直接雷產 過程全部都被鑑飾起來 實際來到現場 如果經過花工酒在這個紅腸道 無論是起車或是機車 都會有明顯的跳動 這是台中柯博館一部分 頭前的特殊普遍 雖然只有在這裡三百公斤 就是可以讓民眾清楚知道 柯博館夠了 但是只要鑑到路後天 博焦的摩擦力 就變成騎機車人的歐望 柯博館標示 這三年前一部分開門 當時施肯路不管路口 跟建行路口之間 常常有過路人 而且因為這個路段 沒有交通貨幣 因此向市府申請設定 第一正式的坡面 希望照著跳動的狀況 讓經過車量減速 但是經過柯博館跟 慶豐的統計 這個路段最近三年 總共有台幼四十個機車 自食四驚 隨著路口 青陽町六色真好 改善檢討的聲音不斷 我們覺得在幾個紅綠燈的路口 這幾個路段 我們觀察到是比較容易發生車輛事故的地方 還有一種做法 就是直接在鋪面上做一個黏著層 這也是他們的一種技術上可行的方式 柯博館認為 道路的主管機關是市政府 不過建設局共調是柯博館要求設計 普遍目前的規則不平 但是市府共調會提出普遍改革的方案 而且管理跟柯博館分擔工程的經費 區塊路段我們可能會把他原來的磚塊 把他全部把他跑起來 跑起來之後 我們恢復成一般的路面 再加上一些我們彩色性的標線 來做一個美化的一個設計 寒塑三十個交通貨擠掛在那裡 但是明顯騎機車經過的民眾都沒在看 可不管紅綠燈行車的安鑽正義很久 建設局表示會提出新的設計方案 可不管是建議保留 部分紅綠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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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台中部讀